这一家子全是怪娃 蜜蜂娃在嘴里做潮 一吃饭就会放出蜜蜂 大嘴娃器官错位 吃饭得用后脑勺 喷火娃自带高温 用手就能把水烧开 催生娃种菜技术一流 三秒钟就能催生巨型胡萝卜 大力娃力大无穷 小小年纪就能扛动上百斤 隐身娃没有身体 喜欢穿着衣服吓人 空气娃身轻如燕 平常必须穿着铁鞋 不然就会飘到天上 这群怪娃从小就出现在 安德的睡前故事里 爷爷说他们都是自己的朋友 还拿出照片给他看 安德本来是信的 可是当他向同学讲起时 却引起哄堂大笑 父亲也告诉他 爷爷是受了战争创伤 才会产生怪娃的幻想 渐渐的安德也不再相信 怪娃的存在 这一天安德接到爷爷电话 听上去如临大敌 他急忙赶到爷爷家 只见室内一片狼藉 爷爷不知所踪 安德来的花园 发现爷爷瘫倒在地 而他的眼睛竟然被人挖走 爷爷还剩最后一口气 他让安德赶紧逃走 去岛上的孤儿院找到佩小姐 他会向安德解释一切 不等安德问清缘由 爷爷就撒手人寰 这时背后传来异动 安德一回头 结果发现一只可怕的怪物 还好女邻居及时赶到 几枪赶走了怪物 这件事之后 安德去看了心理医生 医生认为那只是幻觉 安德却产生了怀疑 他打开爷爷给他的遗物 发现里面有张明信片 上面的地点正是爷爷口中的小岛 为了弄清真相 安德和父亲来到小岛 然而当他来到孤儿院 却发现那里已是一片废墟 岛上的人告诉他 早在1943年 孤儿院就被德军炸毁了 难道说爷爷的睡前故事 真的只是瞎编吗 安德不甘心 隔天又跑去孤儿院查看 他走进大楼内 没想到里面竟然有人 安德吓了一跳赶紧逃出大楼 不料却绊到石块 撞晕了过去 等他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被一个女孩 带到了山洞外面 扛他的女孩 就是爷爷讲过的大力娃 一起的还有空气娃 双胞胎 喷火娃 隐身娃 他们不仅没死 而且丝毫没有变老 是佩小姐派他们过来 带回安德 安德跟随怪娃们穿过山洞 发现自己回到了村子 只不过天上的德军飞机表明 时间回到了1943年 此时的孤儿院仍然完好无损 安德来到大门前 开门迎接他的 就是院长佩小姐 佩小姐带着安德参观了孤儿院 在那里 他亲眼见证了怪娃们的异能 因为这些异能 怪娃们遭到各种迫害 佩小姐自己也是异能者 为了保护同类 这才创建了孤儿院 佩小姐的异能是重置时间 每当他启动异能 就能创造一个时间圈 回到过去的某一天 现在的这个时空 就是他用异能创造的 而之前的山洞就是两个时空的通道 解释完一切后 佩小姐留安德吃了晚饭 还决定邀请他观看时间重置 一群人来到屋外 怪娃们纷纷戴上面罩 佩小姐一边看着怀表 一边盯着天上 只见一群德国军机飞过 其中一架向孤儿院扔下了炸弹 眼看炸弹就要落下 安德吓得直打哆嗦 就在此时 佩小姐突然按下怀表 下一秒 世界瞬间凝固下来 佩小姐开始回调指针 世界就像受到怀表牵引 开始逆向运转 最后又回到了前一天晚上 这就是佩小姐的异能 也是怪娃们长生不老的秘诀 短暂的游历之后 佩小姐让空气娃送安德回家 两人再次穿越山洞 没想到却碰到一只受伤的时间鸟 时间鸟是异能者的看护人 它受伤了 就意味着异能者遇到危险 空气娃将安德送走 赶紧带时间鸟回去治疗 安德回到家中 拆开爷爷留下的信 信中说 有一伙人正在抓捕异能者 让佩小姐小心 联想到受伤的时间鸟 安德隐隐有些不安 第二天 他回到孤儿院询问佩小姐 信中的坏人是谁 爷爷的死是否和他有关 佩小姐不愿安德卷入其中 没有告诉他任何信息 安德见佩小姐不愿说 只好询问关系较好的空气娃 空气娃带着安德来到海上 也不脱鞋 就这么跳了下去 安德见状也跟着跳入海中 只见幽暗的海底 竟然躺着一艘轮船 安德跟随空气娃越前越深 就在快要断气时 空气娃吐出一个大气泡 让他重新得以呼吸 两人进入轮船内部 空气娃调动异能 一口气吹出无数气泡 很快 舱内的水就被清空 空气娃拿出一个箱子 这是爷爷留下的遗物 里面有一本时空圈地图 还有一套照片 安德很快就认出 照片中的卷毛哥 曾经出现在爷爷遇害那晚 空气娃告诉安德 这个人就是坏人头子 专门残害异能者 爷爷曾经和他们战斗很久 但是安德出生后 爷爷为了保护他 选择了隐退 安德有点困惑 他并不是异能者 坏人头子为啥要害他 空气娃将安德带到海边 只见佩小姐正端着弓弩 严阵以待 很快一个怪物就从岸边爬出 正是杀死爷爷的那种 佩小姐镇定地看了看怀表 接着射出了弓弩 原来这种怪物是隐形的 能够看到怪物 就是安德和爷爷的异能 佩小姐见无法再隐瞒 只好合盘拖出了真相 多年以前 一群异能者不满于待在时间圈 想在现实中长生不老 于是他们绑架时间鸟 做起了实验 最后实验失败 一群人全都变成了隐形怪物 这伙人就是卷毛哥及其同伙 变成怪物后 卷毛哥开始寻找复原方法 后来他们发现 使用异能者眼睛可以恢复人样 就这样 他们开始到处猎杀异能者 安德爷爷应该就是遭了毒手 就在两人聊天之时 屋外传来信息 被救的时间鸟醒了 佩小姐来到屋外 时间鸟告诉他 卷毛哥不仅在猎杀异能者 也在抓捕时间鸟 他们打算利用时间鸟的异能 再次进行实验 佩小姐听说之后 大感形势不妙 他让怪娃们赶紧收拾行李 准备搬去新的时间圈 安德放心不下父亲 决定回到自己的时空 然而 他刚出山洞 就发现旅馆老板意外死亡 他的眼珠也被挖掉了 一位旅客说 他看到过一个戴墨镜的怪人 安德意识到 是卷毛哥来了 他急忙跑回山洞 打算通知佩小姐 这时 刚才的旅客赶了过来 他卸下伪装 安德这才发现 来人竟然是卷毛哥 这下 孤儿院危险了 孤儿院内 怪娃们正在收拾行李 屋外传来门铃 佩小姐打开大门 发现卷毛哥挟持着安德杀了过来 为了换回安德 佩小姐选择了牺牲自己 他变成时间鸟模样 乖乖进了鸟笼 怪娃们并未束手就擒 他们迅速找来武器 开始组织反攻 先前救下的时间鸟 给众人布置战术 就在此时怪物突然杀到 拿他当了便当 傀儡娃站出来护住众人 结果直接被怪物卷到半空 危急关头 安德瞄准怪物射出了精准的意见 趁着怪物受伤控系 怪娃们赶紧逃到楼上 从窗户逃离 催生娃催生树枝 让大家得意通过 此时 德军战机再次来袭 怪物也追了上来 千军一发之际 空气娃解开铁鞋 带着安德飞到了地面 由于佩小姐被抓 时间圈无法再重置 孤儿院因此成了废墟 卷毛哥已经带着佩小姐 去到了实验基地 要想追上他们 必须要有船只 哪里有船呢 海底就有 空气娃喷出气流 清空船内的海水 喷火娃点燃轮船发动机 片刻之后 海底沉船再次起航 现在可以找到佩小姐了 可是该如何救出她呢 安德灵光一闪 想出一条妙计 他们到达港口 找到卷毛哥所在的时光圈 安德和空气姐主动出击 引诱卷毛哥去码头决战 卷毛哥果然中计 派出怪物大军来到码头 怪娃们纷纷扔出雪球 很快隐形怪物就陷了行 龟类哥复活船上的骷髅 召唤出大队骷髅军团 怪物虽然力量强大 但是架不住骷髅人多 几个回合下来 全都领了盒饭 解决掉隐形怪物 怪娃们迅速赶到实验机 阻止卷毛哥的实验 卷毛哥一伙有三个坏蛋 怪娃们齐心协力 和他们来了一场大战 蜜蜂哥吐出蜂蜜 将坏蛋逼进水中 大力娃没留意 结果被坏蛋扔进水中 冰封了起来 催生娃急忙过来相助 一把种子撒下去 瞬间将坏蛋困住 喷火娃过来解冻 不料坏蛋从植物中挣脱 想将它冻成一个冰人 危急关头 傀儡哥唤醒机械大象 一脚将坏蛋采成了肉饼 另一个女同伙也想抓住怪娃 结果被大嘴娃一嘴咬伤 接着中了双胞胎的美杜莎之眼 瞬间石化 安德和空气娃来到地下室 空气娃一嘴气流 将卷毛哥困在墙上无法动弹 安德则趁机进入实验室 拯救十尖鸟 很快空气娃就气力不济 卷毛哥劈开实验室大门 然而安德已经打开了鸟笼 十尖鸟一跃而出 迅速飞出了实验室 卷毛哥恼羞成怒 打算拿安德泄愤 就在此时 屋外传来怪娃的声音 卷毛哥会心一笑 又一次玩起小把戏 他变成安德模样 让怪娃无法分清真假 只可惜他并不知道 有一只隐形怪物闯了进来 最后自己也成了怪物的食物 安德捡起地上的弓弩 一箭射穿了怪物头颅 解决完怪物后 安德和怪娃们一一惜别 这些天相处下来 安德已经深深爱上空气娃 他本想和他一起 空气娃却让他去找爷爷 因为卷毛哥已死 安德时空的历史也发生了改变 安德来到爷爷家 爷爷果然还活着 听完安德的故事后 爷爷给了他一笔路费 其中还有两张软妹币 爷爷告诉他 因为历史改变 安德仍然可以去时间圈找到空气娃 就这样安德和空气娃再次团聚 过上了没羞没躁的幸福生活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